正逢毕业季 永和国小每年策划举办成果发表会 今年17个毕业班 为期三个月的精心准备 优扬音乐响起 屁上灵活的指头 大家玩起乐器 都是有模有样 上台的时候 学生难免就是会有一点紧张 所以呢就是 有的时候有的主编呢 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反而表现得更好这样 但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呢 都让我觉得非常满意 其实让小朋友呢 学习自己去制作一个节目 然后从这个彩排团队的合作 一直到这个最后的邀请卡的设计 其实这是包挂 其实不只是艺术 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课程 老师在旁协助指导 不扼杀学生的学习能力 为什么乐器就献出什么法宝 小小年纪自己组变搞噱头 唱出当红摇鬼乐曲 再来一个爽帅表情 除此之外 女孩拉起小提琴 也是架势十足 不让西洋乐器专美于前 中国弹播乐代表 清脆的柳情声 更是贯穿整机教室 毕业音乐会呢 是永和郭小行之多年的一个传统节目 那所有的节目呢 都是由我们六年级各班的小朋友 自己做编排 那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之下 将这六年的音乐学习成果 做一个最完整的呈现 十八班舞艺样样精 在音乐艺术领域 永和国小握骨藏龙 学生们在毕业季大显 伸手一掌长才 留给大家深刻印象 薛天空新闻永和报导